Chu Papi Mnianyo 知道這什麼嗎? 大家好我是Paul 周遇到做我英文企圖 這個東西Chu Papi Mnianyo 先不要解釋直接給你看 這個是在TikTok上面會出現的 整人的一種方式 我放一下給你看概念就好了 跑到人家後面去然後 Chu Papi Chu Papi Mnianyo Chu Papi Mnianyo 就這樣走到人家背後講一個你要聽不懂的東西 Chu Papi Mnianyo 拼出來大概就是剛給你看到的 這玩意兒 Chu Papi Mnianyo 他的唸法好像這個 U的音幾乎發不出來 就是一個Mnianyo 我不要學他了另外再給你看一個 這也是總是到人家背後去突然發個聲音嚇人家 OK here we go Chu Papi Chu Papi Chu Papi Mnianyo Chu Papi Mnianyo 等一下根本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Chu Papi Mnianyo 所以這個整人在TikTok上 夯了一陣子 那我最近才知道其實非常的羞愧 也不該覺得羞愧 反正不是我同溫成立的東西 但總之我是在逛網頁的時候 欸不對我是在那個英文學習團 一個臉書上的社團裡面 看到人在講那個東西 我就覺得好有趣啊 那我相信一定會有 有人寫出一個文章來解釋它 因為你知道這種文化潮流的現象的東西 一定會有一些人寫出評論來 或者寫出報導來的 所以果不其然就找到了 那裡面一定有英文可以學 所以我們就看一下這裡是一個opinion的piece Chu Papi Mnianyo real meaning 它真正的意思 它是一個TikTok裡面的phrase 然後他來把它解釋出來 所以這裡的這標題啦 所以TikTok phrase explained 那這裡的標題都會把B動字省掉 這個邏輯我們就不講了 而且這兩個月前的文章 所以也沒有說多舊 但總之就真的不是我同分層的東西 所以TikTok上面有的 好所以這邊就開始說了 What is the real meaning of Chu Papi Mnianyo The term has been trending due to pranks on TikTok 所以這個trend呢已經 這個term這個名詞 已經trend了很久 has been trending due to 就因為pranks 所以這個prank就整人 好強調一下這邊我有一個 不需要用這個prank 就整人在TikTok上 就剛剛你看到這個就是整人沒錯 and many people are wondering what if anything the term really means 所以很多人就在好奇著 這個term到底是什麼意思 那你看這個 週天加了一個if anything 我記得我們在上禮拜還是 上上禮拜的影片裡面有講過 就是把這個if anything加在句子裡面 所以他 所以要是我這邊就不再講一次 雖然說我覺得複習一下還不錯 可是我也不想要把重複的東西 在這麼短的時間裡再重複一次 但總之很快概括一下他的意思就是 很多人都很想知道 many people are wondering what the term really means 所以這句話其實完整就是這樣 那中間這個hyphen 夾在一起的東西就是 如果這個東西 它真的有些什麼意思的話 如果它有任何意思的話 它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如果它有任何意思的話 這裡就是如果 anything的這個概念 所以有時候就可以加在句子裡面 來一個逗點 if anything 逗點 這樣子 就如果有任何東西的話 如果它是任何東西的話 這樣子 OK 所以如果它有任何意思的話 它到底是什麼呢 然後 Let's see if we can find out 我們來看能不能找到吧 他開始說了 so the phrase 雪白皮 無念用 is most associated with pranks that are normally posted on tiktok tiktok 對不起 所以這一句大概也沒什麼p意思 所以總之這個東西啊 大部分都是associated with 就是跟什麼有關係 所以這是一個被動的 something is associated with 什麼東西 這個字你念成associate 跟associate 我個人覺得都聽過 OK associate 事實上associate的發音好像比較長貼的到 so it's mostly associated with pranks that are posted 通常一般來說 normally post就是張貼 所以這種有一個被動的 the pranks are posted on tiktok to tiktok 對不起 再往下看 the prank essentially includes sneaking up on someone while they are doing something else and saying chipapi 所以明天有to startle them 所以這裡有好幾個字可以看一下 所以這個prank 基本上來說 所以基本上來說 就是essentially essential就是 它的元素的意思 元素就是essence 然後形容詞變成essential 那essentially就變成了 它的副詞 所以它基本上來說 包括了includes sneaking up someone 所以sneak up 加個on 加個 多半是接人 就是偷偷摸摸的 摸到人家 不是身上 因為這裡有了一個 sneaking up on somebody 不是身上 可是就是 摸到他的身邊 身後什麼之類的 像我可以舉一個另外的概念 如果說今天我的頭髮越來越白 我們就可以說 白髮悄悄趴上你頭上樓 白髮悄悄上身樓 這樣子 so it's great here sneaking up on you sneaking up on you 所以白髮偷偷的趴上你 所以這邊的sneaking up on somebody 應該就可以理解了 所以這個prank 基本上就是包括了 sneaking up on someone 而他們正在做的一些其他的事情 所以 while they are doing something else 所以像剛剛都是 作者的啦 或什麼之類的 從背後講 and saying chipapi milano to startle them 所以這個startle 就是去驚嚇他 這樣子 所以這不是scare 你想說怕不是scare嗎 可是怕的意思是 我好害怕喔 那種怕 startle則是 這樣子 OK 而且是被嚇到 I was startled 這樣子可以 I try to startle somebody something 可以 你如果在觀賞著 賞鳥好了 那即便是近距離的 遠距離可能你也startle不到他 近距離的賞鳥 你可能就不會故意製造一些噪音來startle他 以至於他會飛走 好startle這個時代就夠了 OK 所以爬到人家 就爬到人家身後去嚇他們 So here's a few examples 所以下面來個影片 我剛剛已經先給你看了這一段 有興趣的自己把它看完 我不想放太多別的那影片 那他的原本 他的源頭哪裡來 The origin story of chipapi 你看牛 It's hard to pin down 所以這個原本 他的來源很難去pin down他 pin 是其實就真 不是那個串針引線的真 這個pin 是比較像是 你盯一個東西盯在那個 盯在軟木山板上 盯在布告欄上的那種盯 所以那個盯就是我們叫他pin 所以像是胸口的胸針之類的 我們也叫他pin 甚至連那種小小的髮夾 可以把頭髮捧住的那個東西 我們也叫他hairpin 所以pin down就是把一個東西給好好的定住 對 就是這定義就他了這樣子 所以他的origin story 是很難pin down的 But there's one tiktoker who does the prank often 就這麼一個tiktoker 常常做這件事情 所以在他的bio裡面 他把描述自己為 明洋勇的CEO CEO你知道 就是執行 就總裁這樣子 然後他也跟另外一個什麼 Baba Boobee的trend很像 我不想看了 但總之沒有人知道 but nobody is entirely sure why this trend has become a thing 這邊目前為止都講一些廢話 對不起 如果你有覺得浪費浪費時間的話 I think it's safe to say that this trend has been created just for the weirdness of it 所以他覺得我們可以很安全的說 這個trend被發明出來 就只是因為他很奇怪 for the weirdness of it 所以weir這個字是奇怪 加個weird 然後加一個nes就是他奇怪 因為他很奇怪 所以他就好玩這樣 然後他接下來又試著解釋 真正的意義是什麼 那我們就往下看 for this we turn to the oracle 所以我們為了要找出他的意義 我們要找oracle oracle這個字 你如果知道一些科技公司的話 他是那個公司叫甲骨文 但他其實就是以前的神的使者 所以他能夠去翻譯神的旨意 寫出來或什麼這些的 所以有時候我剛找過字典 他也可以叫做神域 這個字 oracle 所以甲骨文其實也是啊 那你知道甲骨文就以前古代 刻在龜甲上 可是他們也認為那可能是神傳下來的旨意 才刻在龜甲上之類的 好所以總之oracle這樣的概念 那在網路上什麼是oracle呢 urban dictionary 這個字典是我最愛的一個字典 大概是 我比任何的這種 正正當當的字典 傳統的字典都還要 我愛他愛的比較多 因為傳統的像牛津字典啦 或者是這個 Webster Merriam這些的 或者Collins啊 或什麼Longman那些的 這些都是厲害的人編出來 那沒有錯 那他們就表達權威 他們就他們說這樣意思就這樣就是這樣 可是他們絕對來不及去包含一些很新的字 就像我講過上禮拜講的 sepio sexual 是去年9月才進入了我們的這個 Vocabity 就被納進這個字典 可是有很多的字早就已經流傳了相當久了 那一直要等到他們這些編制的人覺得 嗯OK Maybe it's time I'll put you in 我覺得這個 太snobbish OK 所以我覺得urban dictionary好在哪裡呢 urban dictionary我這邊也可以給你看其實 所以urban dictionary又有這個entry 那它好處就是下面啊 覺得覺得 這個你定義的好給你個讚 覺得你在胡扯給你個倒讚 所以這很棒 用真正使用的人來定義一個字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覺得這才是最貼近最接地氣的一種字典該有的營運的方式 所以這個是二月 今年的一月 呃才定義出來的一個字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這裡說什麼好了 有這麼有兩千多個人認為對的 但也有七百多個人說它不太對 所以你還不能夠非常肯定它是真正正確的用法 可是我相信這已經算是一種絕大多數了 所以我願意 我程度上願意相信這個defination 我讀一下給你聽 so for your understanding the word chupa chupa derived from the Spanish word that means to suck a dick 所以chupa是稀屌 ok 韓洋句 while papi papi means father or papa 這個字我很常聽到你知道嗎 因為 呃 感謝原介紹我看那個 呃 那個 摩登家庭 摩登家庭裡面的gloria 一天到晚叫人叫papi 我還以為那是他叫小朋友 因為他常叫他兒子 manny 他叫他papi papi這樣子 可是這邊竟然是father 所以我就有點好奇了 難道papi真的是爸爸嗎 如果真的是爸爸 怎麼會叫兒子爸爸嗎 呢 那後來我才知道說 這還是真的 所以就你喜歡的人 你的buddy 你的好朋友 你親愛的人 你都可以叫他papi 所以西班人 所以這個spanish 對於爸爸的definition 好像還蠻loose的就是 所以我們就相信他 這裡papi means father 這真的是沒錯 因為我這邊又特別找了一下papi 那這邊的話 我看一下齁 三百多個人讚 七十多個人 七十個人說不讚 然後這邊有 給你一個梗圖 嘿嘿 papi這樣子 那難道是真的叫爸爸嗎 還是叫sugar daddy I don't know 但往前看一下 papi is another way of calling someone daddy 所以OK 但你也可以叫你的soulmate papi 如果你叫你的靈魂伴侶papi的話 they will get steaming hot 他們就會整個火熱起來 奇怪喔 所以trust me call your boyfriend or your loved one papi they will love it 所以你要是叫你的男朋友 或叫你所愛的人papi 他們會超愛的 所以好像這個就是真的papi 不是嚴格來說 是只能叫爸爸就是了 OK 所以下面一大堆例子 好所以 一個語言我們能懂到這個程度也不錯了 所以總之papi 所以chupapi 好像就是在叫人家親愛的啦 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最後下面一個字呢 muyangyong的意思是come on 所以muyangyong come on 所以bapi come on 是這樣嗎 如果你在前面加一個suck a dick 所以親愛的洗我的屌 come on 是這樣的意思囉 好 如果是這樣那也就認了 OK 那這樣好像還蠻make sense的 就在整人家 親愛的來填一下我這樣子 對不起我下流了 好 所以anyway 再回來看這裡 我們還是在學英文 所以這邊 所以這裡啊 這個寫出的文章 有沒有引用真的urban dictionary 希望有 所以a phrase that means nothing 這是另外一個 definition just a phrase that become trend before the end freaking 2020 所以這是urban dictionary的另外一個 definition 我相信 可能再往下看就看得到 心裡看就看得到 OK 然後這邊 這邊另外一個說法就是 it means surprise motherfucker in latin language 可是你看下面能一大堆倒戰 說戰的人不太多 你就可以知道這個可信度相對來說比較低的 所以你可能以為這個叫surprise motherfucker but it's not OK 然後看看再往下還有沒有 這裡說是菲律賓人所說的 tell someone in a hole to tell if someone is a normie or not doesn't matter 但總之這麼能說不戰 所以這也不對 OK 所以啊我都不知道 這個作者他從哪裡看到的 他說a phrase that means nothing 我剛在urban dictionary上沒有看到 可能已經被remove了不一定 所以總之啊還有人說 someone described it as sounding Filipino 聽起來像菲律賓話 but nobody can really say what it is 但沒有人說他真的是什麼 所以who knows so apparently chupapi means unbelievable rapper or legendary rap god 所以chupapi表示是很令人難以相信的饒蛇歌手 或者是legendary就是傳奇的rap god 饒蛇之神 但是我們剛剛並沒有看到這樣的definition 反而是我們說這個就是前面 最前面講的這個還有兩千多個贊對不對 所以或許這邊是西語人士給的贊 也或許不是 we don't know 好 so but neon yong is believed to have no real meaning 後面這個是沒有任何的秘密 但這邊卻說了spanish的please ok come on不是pah 不是please 所以這邊means come on we don't know真的我只能介紹到這麼多 所以我事實上也真的不能夠跟你confirm什麼 只是我反正介紹給你看到學的英文字 so it's even been suggested that the phrase was invented just to confuse people in real life and on tiktok 所以也有人說啊 這個phrase就是被發明出來invented 就為了來困惑別人confuse people 因為你剛剛的確看到人家說chupapi 然後那個人就chupapi what right 所以去confuse人家 so there you have it 好所以這個片語還不錯 就你解釋完一件事之後 或者你做完一件事情之後 你就可以跟那個接受者說 there you have it ok there you have it ok 所以there you have it 這個句子還不錯 chupapi miao nyo seems to be a phrase with no real meaning at all 好像沒有真正的意思 然後這個做 這篇文章就講完了 好 所以我的工作也做完了 介紹完給你聽了 希望你覺得今天這個 對你的人生有這麼一點點知識上的擴展跟幫助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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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